你好,我是Amazon 欢迎来到Good Talk,讲得好 哪个讲得好呢?圣经讲得好 别无他徒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能都富那里去 约韩福音十四章六节 我明白耶稣在这里这样说的理由 因此可以明白所有都是应用在基督身上 耶稣是道路 因为他是一切的开始 他是真理 因为他可以帮助我们继续向前 他是生命 因为他是一切的终极 他必须是一切 是救恩的起始 忠心和终极 这个就是他成为防割石 整栋房子 靠他特意建造的原因 他也站在通往天堂梯的最顶端 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二节 透过他 我们必须开始继续 并且最后到达另一个生命 基督只有一位 但是在我们得救的经验之中 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开始的时候 要找到道路是不容易的 当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 生命会变得比以往艰难 当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拔舌一段时间 就快抵达终点 天堂的时候 更加是格外地崎岖难行 因此 如果你以信心紧紧倚靠基督 就有了正确的开始 如果你偏黑不离开他 你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如果你一直坚持到终点 就必定得救 基督要我们以全心仰望他 不倚靠任何其他事物 除了基督以外 我们无任何通道、公路、橋梁 或者是小经可以走 以上的文章是来自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的作品 信心日忍 by faith alone 愿神祝福你